羊虛體質的特徵和飲食建議 羊虛體質主要的特徵是身體產熱不足,因而有冰涼、疲倦怕冷、四肢冰冷、唇色蒼白、小氣冷言、絲碎佛力的表現 中醫認為,它的養生原則是以保養虛寒、溫養肝臟為主 平時多加注意保暖、防止、出汗過多,特別要護養腰部以下的位置 盡量少穿短裙短褲,以防陽氣外屎 羊虛的人盡量留在陽光下進行多些戶外活動 每天如果抽15時間曬曬太陽,提升陽氣就更有幫助 盡量避免在寒冷、潮濕的地方久留 牛耳進行拔罐、救療、月位按摩 都有助溫經散寒,改善生活質量 羊虛的人適宜盡量食用多些甘溫益氣的食物 包括有牛肉、羊肉、綠肉、豬肚、海參、蝦、蝉、大魚、蝦米、核桃、栗子、腰果、花生、蟲子、生薑、韭菜、芥菜、辣椒、胡椒、龍眼、荔枝、茴香、豆蔻、南瓜、東蟲夏草、稻種等等 至於山冷、寒涼、冰震的食物會消耗陽氣 因此陽氣的人儘量避免 例如雪糕、冷的飲品、西瓜、黃瓜、竹筍、絲瓜、馬蹄、蟹等 即使是炎熱的夏天都要節制 而冬天都可以食用一些暖身的藥線 關於減肥方面 如果既是羊虛的身體又身體偏肥的話 你的狀況外表可能白白胖胖 肉又多又軟,不過缺乏彈性 而且就算再多肉也不會覺得溫暖 這種情況下 儘量用溫補皮腎、化濕通洋的辦法 就可以改善你的體型 此外,要加強體育鍛鍊 世紀內都要堅持去做運動 每天最好分兩個時段 每一個時段做30分鐘 具體項目是會因你自己的能力而決定的 例如可以選擇散步、漫步、太極拳和各種球類 另外,舞蹈也是很適合的 推薦給你的食物有 保養的一些茶品 例如冬蟲夏草、人參、核桃、薑、肉桂、花生等等 至於狀羊的食物 例如羊肉、綠肉、雞肉都可以多吃 而禁忌的食物包括有清潔的藥材 例如金銀花、蒲公英、白毛根、車前草、苦茶、冬瓜等等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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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